这是什么情况?中国冰球队竟然在赛后暴打了台北队 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不听话的小弟,让大哥如此生气 这是2017年U18男子冰球世青赛A组的比赛 由中国队对阵主场作战的台北队 这场比赛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在赛前就已经充满了火药味 因现场出现了台北教育部的回章 而中国队表示中国只能有一个教育部,并以此唯有拒绝比赛 后经过不断协商,中国队才勉强出场 这个差距也为本场比赛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中国队在此前已经取得了两连胜,而台北队也同样如此 所以这场比赛吸引了大批台北观众到场观看 但这些球迷对中国队并不友好 时不时会有刺耳的虚声出现 但我们年轻的队员非常争气,不断地用进球语语回应 第13分钟,中国队黄千一从侧翼包抄将球打进 黄千一是这支队伍的队长 在队伍里经常能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首决即将结束时,又是黄千一 他先是助攻队友攻入一球 重新开球之后 黄千一从后场上演了一条龙 运到前场稍作调整之后 在外围突失冷箭 此球打的质量极高 球向出场炮弹班从守门员的当下穿过 首级战把 中国队已经取得了3比0的领先 而这也让台北观众越发的急躁 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显然不愿给台北队任何情面 在最后一截 中国队的王晶让比赛彻底失去了悬念 又是黄千一送出的精妙传球 助王晶把比分定格在了4比0 中国队员疯狂庆祝 台北球迷虚身一片 台北球员也开始气急败坏 在随后的一次进攻中 险些和中国队员产生冲突 好在裁判及时将这帮孩子们拉开 但不既是较年轻人吗 该来的总会来 这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在赛后还是爆发了大规模冲突 大家应该都知道 冰球比赛有一个特殊的规则 那就是如果双方球员同意后 是允许打架的 但这仅限于单挑 这场却又显然是严重违规的 而台北球迷这时也在煽风点火 不但用闽南话骂人 更有甚者在用日语辱骂我方球员 甚至不断人杂物袭击中国选手 其实裁判在本场比赛中 已经足够拼坦台北队了 给了他们五次五打三的机会 可惜他们太不中用了 竟然一球没进 他们在本场比赛可谓是 既输球又输架 而更过分的还在后面 本来赛后会为赢球队奏放国歌 但台北主场却取消了这个仪式 而我们小伙子们的做法也是非常解气 他们高举国际自行庆祝 这是我们看看台北球迷的做法 他们竟然还在继续人杂物攻击我方球员 同样流着中国血 写着中国字 还说着中国话 但他们却忘了本 竟然做一些韩博士 看看我们的小伙子们 他们一点也没吃亏 谁也没有倒下 他们在本场比赛中所展现出的血腥 在赛后得到了赞誉深一片 那么大家对这场比赛是怎么看的呢